前段时间的几次复华航班政策的调整放宽 让大家对回国这事热情高涨 尤其是复华签证的重新开放 虽然依旧有一些限制 但还是疫情两年多以来的一个突破 就在大家收拾行囊订购机票的时刻 这两日中国民航局接二连三的熔断通告 可是让大家傻了眼 小编大眼一看 从五大洲飞往中国的航班 都有不少中招遭遇熔断 尤其是北美航线的中间力量 洛杉矶飞往广州的航班 几乎是全军覆没 由此可见 7月份的复华航班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6月17号和6月19号 民航局接连发出了两个熔断公告 对南航、东航及一些外航等11个航班 实施熔断措施 其中最让身在北美小伙伴崩溃的就是 洛杉矶飞往广州的CZ-328 在7月份基本上是全部取消 仅存两班目前维持原计划起飞 甚至于延续到8月份的航班 也有至少一半半次被取消 从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 6月24号、6月26号、7月1号、7月3号、7月8号、7月10号、7月15号、7月22号、7月29号的洛杉矶飞往广州的CZ-328 全部取消 整个7月仅有17号和31号的两套航班维持正常的排班计划 7月地域级熔断过后的8月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目前来看8月5号、8月12号、8月19号航班熔断 8月7号、8月14号、8月26号和8月28号计划正常 不幸中的万幸是 除了南航、洛杉矶航线7月份大部分航班停飞外 其余的美国富华航班目前还都处于照常直飞计划中 正如上文所述 除了南航CZ-328 这次的民航级通告中还有很多航线不幸遭殃 6月8号入境的南方航空CZ-326航班悉尼至广州 确诊新冠肺炎旅客5例 6月8号入境的东方航空MU-562航班悉尼至昆明 确诊新冠肺炎旅客5例 6月8号入境的埃及航空公司MS-958航班 开罗至杭州确诊新冠肺炎旅客5例 6月9号入境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-934航班 巴黎至天津确诊新冠肺炎旅客8例 6月10号入境的法国航空公司AF-382航班 巴黎至天津确诊新冠肺炎旅客5例 自6月27号起分别暂停以上5个航班运行2例 6月10号入境的意大利 洛奥斯航空公司NO-946航班米兰至天津 确诊新冠肺炎旅客9例 自6月27号起继续暂停该航班运行2例 6月8号入境的土耳其航空公司TK-72航班 伊斯坦布尔至广州 确诊新冠肺炎旅客7例 自7月4号起继续暂停该航班运行2班 6月10号入境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-831航班 阿姆斯特丹至航州 确诊新冠肺炎旅客10例 自6月27日起暂停KL-831航班运行4班 6月12日入境的首都航空公司JD-430航班 伊斯坦至西安 确诊新冠肺炎旅客10例 自6月27号起继续暂停该航班运行4班 6月11号入境的阿联酋航空公司EK-362航班 迪拜至广州 确诊新冠肺炎旅客12例 自7月4号起继续暂停该航班运行4班 6月11号入境的肯尼亚航空公司KQ-880航班 内罗币至广州 确诊新冠肺炎旅客9例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PK-854航班 伊斯兰堡至西安 确诊新冠肺炎旅客5例 自6月27日起分别暂停上述两个航班运行2班 虽然最近国际航班计划不断的增加 但大家也看到了 增航的同时 熔断指令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6月上旬 民航局为专门五个一计划增加了奖励措施 规定航空公司同意航线航班 入境后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连续三周为零的 可在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的航班量范围内增加每周一班 最多达到每周两班 但目前来看 想要获得这项奖励的航空公司 可能还是任重而道远 现如今回国签证能办理 隔离政策也在逐步减负了 但回国的航班 何时才能够稳定踏实下来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